今天这个天时就好了 車輛車輛 今天我們來試輪胎 我今天找一個車輛車輛 欣卓為你進來找他 欣卓為 Hello Hello 今天要訪問你 想訪問你一件事 看見你有輛胎 有連結在這裏 找你來講解一下 好 作為專業人士 車手 舊專業 接觸的輛車輛 我多個星數 賽車輛也好 街輛也好 或者乾濕地 甚麼都試勻 這次真的 如果要問他 要用一條街輛的話 他會怎樣選擇 出位 好 大家都知道 我們賽車用的通常都是 光頭胎 賽車胎 甚至是track day 會用半夜用的R胎 好了 我們一般在街道 所使用的胎 我想問阿奶 你作為一個街道使用者 你會有甚麼要求 對一條街胎 街胎始終都是長時間用的 我經常都說性價比高 四樣東西 絕對 對 我又要處理好 有少許性能 乾濕地排水好 其實說到尾 就是要全天候 是嗎 因為說得對 因為我們在街道 跟賽道的要求是完全不同 而賽道純講性能 要最強的咬地力 但是街道 我們不會說 開得那麼快 我們只要視乎路面的需求 所以我們最主要說的是 乾地、濕地、寧靜 以及操控指向性 在我們面前 就有一條Advanced Sport V105 認識我的朋友都知道 其實我用了幾長時間 不論是七人車也好 高性能一點的房車 覺得這條胎最重要的 就是包括到剛才所說的 乾濕地 耗地能力 先說乾地 因為在街道駕駛 基本上是開車走的 就不會說到賽車 擦輪、熱輪 擦輪幾分鐘 等溫度上來 不會的 這條胎正正就是 我一開車一開出去 其實已經是有咬地力 不需要預熱的 還有它的胎肚 我相信之前有很多的影片 都有講解過它的胎肚 其實它是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剛性是很充足的 當然我們透過實戰方面 我感覺到它絕對是做到這件事 每一次轉向的指向性 以及對於車的承托力 絕對是足夠的 乾地的性能 就無容置疑 但是我更加感到驚喜 就是它濕地的性能 因為阿娜也知道 我們大家駕駛者 在香港的天氣 整天都會遇到濕地 前兩天下大雨 突然一天 好天曬到爆 所以我們講的package 濕地也很重要 在香港 我們會這樣分 細雨大雨 因為有時 下微雨的時候 路面是沒有積水的 但相對地 那個時候 還會鮮一點 是嗎 是 很滑的 所以那個時候 這個胎面的膠質 就幫到手了 因為霧面 路面滑的時候 都很充足的 咬地能力 不會突然發生一些 線態的動作 好了 大雨 大家都試過了 走在公速公路 可能七八十公里 甚至是一百公里 水上飄 好了 水上飄 為什麼會水上飄 就是下大雨的時候 路面積水 可能會有水騰 如果一般行駛到水騰上面 如果輪胎排水 排不下的時候 會怎樣 水上飄 浮起了 立刻 塞了操控 可能會導致意外 但是我們看到 面前我們這條V105的輪胎 所謂三階的設計 最大的特點 一望都看到 怎麼會是三階 看到嗎 看到 1 2 3 粗的 一條幼的 就是排水坑 我也親身試過 很大雨 在高速公路上 遇到水騰 是沒有出現任何搶泰 或者車浮起的情況 意思就是 其實這個排水坑 絕對做到事 是即時可以排水 不會導致車浮起 我看到這兩塊 區塊特別大塊 而且 不對稱 有什麼特點 近幾年 可以這樣說 我們看到很多高性能的輪胎 都是不對稱的花紋 可以這樣說 你看到這邊 就是 胎側 外側 比較密快 我們高速的時候 或者擋彎的時候 它可以提供到更大的爪地能力 所以 無論是乾濕地 都可以提供到很優越的爪地能力 今天除了講輪胎 也會看一套輪胎 我覺得有相當不同的 卓偉步 1M 為何會選擇 Edwin R6 在一個歐洲車上 是否最近人們 很流行 日本感覺的車 放在歐洲車上 現在所謂玩LINK 其實也有幾個要求 講到我們LINK 邊 這個我近幾年 是最需要的 這個厚度 這個厚度 這個闊度 漂亮的LINK 邊 確實是放在車上 令到車更加強硬 更加搶眼 繼而就是 我們現在經常講求 那個LINK 柱 就是那個窩爪的幅度 絕對是的 那個爪 如果其實窩進去 那個線條上 和那個輪廓 是更加突出的 因為以前我們玩的 平花 就好像平平無奇 那樣 如果有LINK 邊 再有窩爪 那就很完美 除了外形美觀 外我們很著重 一件事 就是重量 FN R6 是一套斷造的輪圈 大家都知道 重量對於這輛車 影響性能 甚至乎這輛上行街 都很重要 這個LINK 20吋 說的是10.5J的尺寸 其實是偏闊的 重量大概是10KG左右 我看過 如果相對地 一般普通 飛斷造 或者其他品牌的LINK 可能是12.3 甚至乎 再重點的重量 你想想 如果一隻LINK 我們可以節省兩三公斤 四隻LINK 加上十幾KG 對於整架車的重量 輕了 車輕有什麼好處 反應快 節省油 有 沒錯 節省油 輕了反應快 操控好就一定 絕對是 再加上 如果我們在避震以下的重量 我們叫做Unspung Weight 就是一個黃下重量 黃下 彈王的黃 黃下 彈王 黃下或者 對不起 這個很正常的 因為其實 我們有時候叫做 下半部的重量 其實 那個演化出來 帶動到慣性會更加嚴重 因為 成倍素上 對 為什麼呢 當你無論加速轉動 煞車的減速 甚至乎燈桶上落 你想想 如果 假設一個十KG的重量 你中一個桶 避震要縮兩支的力量 其實十公斤會變成二十公斤 所以 底彈方面 部件越輕 就會帶動到性能 就越好 反應越快 反應 不單止是踩油 駕駛 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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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我們現在馬上安裝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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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上次提及过 V105 干地性能却越 湿地亦有很好的表现 今天这个天时就適合了 路面是没有起水淌的 但是湿了路面 因为今天早上下过大雨 其实现在也没有雨 在街道使用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全天候 因为我们不会只是干地才开车出来 可能会下雨 甚至可能下大雨 如果我们以一般的速度去领态 干地应该会没问题 因为咬地必须足够 但是当湿地路面的时候 会比较滑的情况 Defenseport V105 每一次领态 你都会觉得是grip 好像干地那样 有时駕駛乐趣 是从弯来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稍微快一点 如果车较少任何弯 如果车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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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保持速度 无论高速弯 或者甚至山路 比较速的弯 或者转向角度 比较多的弯 它都可以全天后 可以保持咬地能力 刚才我们都在安全情况下 试一些弯路 轮胎的特性 看到这条胎 刚才试出来的效果 真的是气出莫外 我不是故意说它气出莫外 我是亲身体验到的 有时我也会跟朋友说 如何试图胎 香港的路面 我们要安全 我会建议在大型的汇船署 当然安全情况下 因为没有车较不展示 线路是安全的时候 因为你在回旋柱 转向角度 你会保持比较多的转向角度 所以当时 如果你稍微加速的时候 又保持了一些转向角度 你就会感觉到 车较少 何时才开始推动 当然因为有些大型的回旋柱 有两至三条线的时候 或者假设 开始有少少过速度 缩油 甚至乎收阵 都有很多时间和空间 给你控制 亦都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知道到什么速度 这么咬手的弯 你都可以何时才推头 何时才失去咬地能力 我们刚才试过 窄角度的弯角 一直被阿拉都感觉到 咦 很厉害 完全未出现任何推头程度 而且今天刚才所说 咦 为什么还没响 为什么还没响 重要是 今天的路面 我们刚才试试了 不是完全干地 少少少湿湿的 还没湿的 阿拉都说 咦 还没响 好 那我试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让它响 我们都要把速度加到高一点 才会令到太响 响 不代表它会失控 响 只不过提示你 已开始去胎声 我打开它 依然是跟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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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然看到你刚才的操控 很黏着路 黏着 而且没有任何失控 或者没有任何推头的情况 除了车头的导向性之外 车尾当你给动力过去的时候 轮胎依然是可以提供到一个效果 譬如我这辆1M来计算 我都是车头用245 车尾是用275的尺寸 有些朋友说 我加较较较 甚至乎有些朋友常说 喂 这辆较较较较好 咬地点 其实又是否呢 不一定 我们不会追求到那辆较较较较 若是这么说 我们全部买30 5295 这就像坦克车 但是太坦了 没错 所有东西都要讲求 平衡 但是我們近幾年都專注於賽車場用的 R-Type 050 很出名,不用說,說過極致的聲明 但對上比較長遠的產品就是 AD08R 近四、五年,我們一般普通街泰 某幾個品牌都出現,出現了一些很優勝的產品 就是乾濕地、舒適性 但好像Yukouama系列當中 好像這方面的輪胎不是很響到多 每個人心想我就是要最貴的、最美的 放在車上,如你所說,可能只有三成、兩成 用不到,是用到兩成 因為剛才阿奶,我說得很對 我們一般在街上行駛 說真的,在九成時間,我們只有萬次駕駛 你說油車好,甚至是Morning Drive也好 我相信都是佔你行駛的一、兩成時間 我會記憶體重的七、八成 我們普通舒適行的性能 普通代步時候的需要 如果這輪胎覆蓋上我最後一、兩成 駕駛的運動性能,這樣就完美了 而Advanced Sport V105便能做到這件事 還不是浪費了錢 絕對是 你看到走出來拍這條影片 很多朋友都會想,一定是線告 或者你一定是幫他買廣告 但真心的,我親自試過 我認為OK才會介紹給朋友 甚至港大的觀眾 因為這輪胎,除了我自己用完之後 其實我已經介紹給我身邊很多的朋友 試完之後,都是一致好評的 所以我才會在這條影片量上 再推介給更多不同的用家 很多香港的用家 都會聽身邊的朋友 或網上的討論區 甚至乎車絕會 去介紹 當然,口碑絕對是需要的 但如果你未試這個品牌 或未試一些型號的話 我覺得是值得一試的 還是陰影 都會聽到 有些人 你要不要再講 能管 有些人 在我們不想 保重 拖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